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国宝集拥有60多年编织经验的陈郭宝贵老师 花费半年时间完成展出作品 以宋山曲花朱景为主角 从东方传统图腾到西方节庆欢乐圣诞 为捷运站以及周边人行道的树木 打造木不暇己的七彩树衣 用毛线编织的兔子 圣诞树还有蝴蝶 不只色彩缤纷 模样也相当可爱 树域编织团队由民权国小校长龚文青带领 在国宝集且拥有60多年编织经验的陈郭宝贵老师 钱建秋老师及编织团队努力下 花费半年时间完成展出作品 让松山区街头在圣诞冬季也能像春天一样缤纷灿烂 像彩虹这样子美丽花亮 再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蒸蛋树啊 不是啊 是标志 特别是标志 这边都是用编织出来的 然后再缝上去 怕人家摸的时候再加强热绒胶的连接 然后这里有双双对对的蝴蝶 所以这个整体的名字就是因为去长抽要兔子 这是绿兔吉祥狐林门 然后蝴蝶来了 所以这一只有一个很大蝴蝶 本来是点灯的哦 后来因为怕危险 把灯给拆掉了 所以我们不点灯 我真的觉得老师很厉害 从20岁做到80岁 从郭妈妈做到郭奶奶 这个真的是我们热练健康的最佳点 让我们再给郭老师一个掌声努力 谢谢大师老师 那今天除了老师的作品 会一直展到这个灯区的一个期间之外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616的这个团队来 那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616的这个糕饼 616其实是我们松山区这边 这么做这个心上瓶指导的一个单位 那也有这样的用心 那让孩子们除了这个课业之外 也有其他的兴趣可以在这个村区里面做互动 数一编织作品即日起 在松山捷运站3号及4号出口 展至112年2月28日止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欣赏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零骨塔诈欺案 逮捕五团18人的诈欺集团 以假后盗修保接续转介下个诈团进行诈骗 在105年到110年之间陆续诈骗被害人高达新台币6000多万元 行政十分恶劣 保险箱里一叠叠现金全都是诈骗集团得手账款 刑事局侦破一起由朱信嫌犯等人组成的诈欺集团 假装互不认识 要协助被害人出售手中持有的殡葬产品 再以帮被害人结税 需要加购塔位 骨灰罐等是由于105到110年间 陆续诈骗被害人高达新台币6000115万元 诈骗集团的话他会先透过业务去裹打民众的电话 然后去跟他确认零骨塔的相关塔位跟他持有的商品 那再派出业务去跟被害人接触 他刚开始他会谎称有买家他愿意收购 例如就是你要凑逐一定的塔位数量 这个案件才能成效 那事后再以各种理由来拖延买卖 例如要補缴税金 或者是说合资金主 那在土悠玛事件事故生亡 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总统贪污等等理由 来拖延买卖 那再来被害人不疑由他交付现金之后 他就会给予五位罐提货券 把这个案件包装成一件买卖就认 那大概有六十分是这样 那本案租信主权等 已分别成立五间公司 组成诈欺犯罪集团 有集团成员与被害人接触 以协助被害人找到买家 出售其持有的殡葬藏产品为广告 诈骗被害人加购卡位不灰灌 后续再以买家或合资金主佳人 以普雅玛事故生亡 更夸张的以马来西亚总统贪污 跨国交易中断等种种话术拖延买卖 又骗被害人持续交付巨额的底下 该等诈骗集团 假后盗修复 持续转借诈骗集团被被害人实施诈骗 行径十分恶劣 致使本案被害人 在五年之间招诈骗的金额 高达新台币六千里百多万 本局战役大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在今年的八月到十二月 陆续执行速迫的查契行动 共查获武团十八名犯嫌盗案 查扣现金一百多万 武徽罐既存凭证等张证物 全案因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陆续执行速迫居提 搜索查契行动 共查获武团十八名嫌犯盗案 查扣现金一百一十二万四千元 骨灰罐既存托管评证等张证物 全案依涉嫌诈欺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今年的过年特别早 再加上疫情和通膨双重压力 儿福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 共同呼吁社会大众踊跃响应 一起协助募集年菜和红包 传爱到偏乡 活动中也特别邀请郭雪芙担任爱心大使 来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响应 让偏乡孩子们迎接温暖的新年 中间中间 大家可能看一下前面小花也是哦 小学很专业小学都业耶 儿福联盟超过十年持续为偏乡弱势家庭 募集过年红包与年菜 但今年的过年特别早 再加上疫情与通膨双重压力 儿蒙担心募集状况不如预期 特别邀请郭雪芙担任爱心大使 带领高雄偏乡孩子一起做年菜 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协助募集年菜与红包 产爱到偏乡 就是有捐款五百块的部分 帮助洛适儿童拥有红包 还有听众他的开学用品 那捐款三千的部分呢 可以帮助洛适家庭有鱼有肉 过个好的年夜饭 还有一个就是捐款三千五的部分 帮助洛适孩子有红包年菜 欢喜过好年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社会公益最需要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的爱心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邀请大家 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 对 众志成不成 不要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微小 对 可是大家一起聚集起来 他的力量就是很大 没错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 获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发起的第38届点燃生命之火 爱心募款活动 每年资助偏乡孩童 从2009年起展开 偏乡学童关怀方案的 二福联盟 也是长期受赠单位之一 双方共同进行调查也发现 有三成二以上的偏乡孩子 没有办法和父母一起过年 因此希望燃起大众的热情与爱心 一起来关怀偏乡孩童 二福联盟大概开办了偏乡服务在14年了 那跟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合作也进入了第13年 那每一年我们大概服务2000多个孩子 400所的国小 那我们希望是尤其在过年的期间 除了平常的资助以外 会特别为每个孩子准备红包跟年菜 希望他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往年我们知道说偏乡的孩子 都是缺乏父母的陪伴 常常有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也进一步问了孩子 大概会有32%的孩子会提到说 今年其实过年不一定可以跟爸爸妈妈团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今年虽然过年很早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12月 赶紧就是开启这样的木款 然后在过年期间 可以准时的把红包跟年菜 都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 我相信大家也不太陌生 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在那边齐聚义堂 那198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8届 那每一年我们就跟 透过儿福联盟的 偏乡小学的儿童辅导计划 还有中国新托的台湾梦 社区儿少关怀 以及我们的爱接棒 身在偏乡的奔求学校的孩子做支柱 然后我们汇集所有社会上面 放好的得力量 把这一些的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访了偏乡 然后关照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这些小朋友们 大部分都来自于隔代教养 或者是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工作 所以这些小朋友啊 除了常常吃的还蛮匮乏的之外 其实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一家同居一起吃干工餐 孩子的心愿其实还蛮小的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就说 我希望可以常常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他们可以常常回家 就是哪怕只有一顿年月份的团聚都好 所以就像阿关讲的 青年的过年真的特别早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12月份的这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呼吁 当这些孩子和家庭们 募集一顿丰盛的年菜 给孩子们一块小的红包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立即改变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 可是让他们感受到 有社会上面有一股爱的力量 和温暖在支撑着他们 那他们就有机会 有信心 有力量 可以往前走 其实这一段期间 都可以捐款到俄福联盟 那或者是中国新说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会统一把这个一定的款项 会到俄福联盟来 这样子 那除了年菜红包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服务 这些偏乡的国小 因为平常开学的部分 学费 还有就是我们刚讲的寒暑假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就是餐食的补贴 然后让孩子在整年度都会受到照顾 宋爱偏乡 让孩子过好年 而福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指出 只要500元 就能让孩子获得一个小红包 或捐款3000元 就能认购一个偏乡家庭的年夜饭 邀请大家送爱到偏乡 陪伴孩子迎接温暖的新年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国民健康署 呼吁家长多注意 孩子在12岁前应该掌握 远视储备量 降低近视后迅速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 家长或是主要照顾者 应该要建立孩童从小保护眼睛的好习惯 定期散瞳艳光检查 监测远视储备量 延缓近视发生 保护眼睛是一门重要课题 依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检查 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率为6.9% 大班为9% 国小一年级为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达70.6%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阶段 是近视防治的关键期 因此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 要多注意掌握孩子 远视储备量 我们的宝宝当出生的时候 都有大概200到300 年级的身体是远视 远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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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即兴近距离的用吟 远 你会发现 它的远视储备 远视储备 就一直一直的被消耗 所以才会产生禁食 那还有一个观念 缘小孩子bish 未来成为高度鏡市的风险 做更高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远视储备 的概念之外 希望爸爸妈妈 还有照顾者能够定期的带营的 宝贝 去做一个 定期的雁光 跟散同检查 了解 那也是除非剩多少 还有呢及早养成所谓的 良好的护眼习惯 那我想也是除非会是 之后进世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力气 那我们补医师 他也用时间医学 推访了希望孩子 能够一天再外面能够活动 120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就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学校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下课教师机会 让孩子下跪度能够到外面去 放松年轻的肌肉 让他们能够接触大自然 希望能够让 自立不良运能够 进行这样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工程的目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建署 把所有的资源跟工具 会整成一本好点 我想我们会持续在 校园里面深化 那也会继续配合 那主要是基于 如果说你从小进士 到成年之后 会有高免的情况 那到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这个年纪 高度进士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譬如说 白年长不太早来 我们情况业 甚至受访班部的离别 以及受到玻璃的情况 所以在这几年 我想中华民国 演科医师 以及国建署 以及教育部 都希望把这个进士的度数呢 将你不要增加到你的高度进士 或病理性进士的程度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那国建署跟教育部 积极地让这个进士的房子 除了说不让这个度数增加之外 那今天也特别 就是说让这个进士的房子 往下希望这个抱着我们远世的阻备 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远世的度数 不要很快就进到进士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建署 非常的努力 以及吴医师 非常的热心的参与 那有这个宝典的这个产生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演科医师 这个吴医师呢 那这一方面非常的专业 但也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意见 以及疑问的解答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全国所有的演科医师 都非常的愿意也热诚的参与 我们噱头进士的房子 国建署也会着四大户野迷思 破解父母及主要照顾者 对儿童进士房子的疑问 之前在我们的影片拍摄 然后跟吴医师对台的时候才发现 说我还是有一些做不及格的地方 比如说带小朋友长时间玩积木 或者是坐手坐 时间一长也是很商业的 所以这一次台湾演员说我真的就要 掌握每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的3010护眼匿马 来掌握浦马医的灵魂之窗 小朋友在学校的实力检查 如果达到你点名 我们会认为说实力是正常的 不过它并没有代表一个精确的做出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因为小朋友眼睛常常就是会紧绷 比较没有放松 那甚至在学校比视力的时候 都会说 哎 环境很吵的啊 或者是他稍微一一年 那有可能从比较差的视力 都变得比较好的视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 家长带孩子们到影片友谊所 点一下放松眼睛的探訪器 转校的 那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度数 那 就算实力是一点点 他还是有可能是远视 或者是 远视储备不足的 近视危险期 或者是近视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 在还没有三统之前 可能是呈现一个假信息式的情况 那三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孩子真正 他的本钱 他的扣打 大概是多少的远视 那如果说远视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 我们可能要采用 比较积极的行为 去地方说 他的这个 远视储备的口囊 尽量把它维持 不要把它花掉 就变成近视 那就会持续增加 但变成近视也每年 增加一百度 快五百度 就变成高度近视 年龄越小就开始近视 度数会加深的越快 为了建立仿制近视 从小做起的观念 国间署今年制作 许多视力保健手册 动画懒人包 宣传影片等 希望家长共同努力 帮助孩子 远离二十例的威胁 记者 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 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 AI技术可以移化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要查证 中家期盘关心您 少子化冲击让学生人数逐年递减 反映在产业端 企业备受缺工缺财之苦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企业对于技职人才抱持高度好感 认为技职人才具备有工作 以及实物经验多 有热忱愿意学习 可以快速上手工作等优点 就读古堡家商高三的李同学 从高一开始 便透过建教合作方式做中学 年纪轻轻的他 已经具有美法秉级症照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 就已经确定被建教合作机构继续留任 就读至光商工餐饮科的陈同学 则是因为学校采取 在餐厅做三个月 回校上课三个月 交错的学习方式 才一年级的他 就已经有机会 进入连锁餐饮集团工作 提早进入职场 会比同龄人来得更成熟 也能够更提早熟悉业务 会提早为自己找到目标 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 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但是后来进入职场 就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 也蛮喜欢越来越上手之后 就蛮有兴趣的 一开始选这个是因为有兴趣 然后就是后来听家人的就是建议 然后后来就是读了这个科系 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输怎樣 就是自己有努力过就好 就是多了一个技术吧 因为如果是去读一般的话 可能就是会读书 可是如果我读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一技之长 就是选择了这个的话 会让我觉得至少我会有一个技术在 就是不会流失不会走的 会念技职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心比较弱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除了专业技能给他之外 一定要透过校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 来建立他的自信心 因为很多学生在国中之前 是几乎不曾上台领奖状的 等他参加这样一个技职教育的大小比赛之后 他发现他找到他的舞台 从这方面我是觉得整个学习当中 他动力会越来越强 那越来越强 就会展现他人格特质的部分 他就喜欢学美容、学餐饮 一旦学进去你会发现 如鱼得水 你会发现 过去他对于一般科目学习 没兴趣的 就是比较唯一诺诺的部分 在念了技职教育之后 你会看到他发亮发光的很大的这方面 除了在学校给他之外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校外的业界参访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尖教厂商 还有大学端有认识更多企业 在每学期办校外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请大学端的透过他们知道的 这样一个产业界的也请学生去看 因为毕竟我们高职的视野是比较狭窄 大学端会让学生看到原来大学这么大 除了专业设备之外 看到这么多企业 他们会慢慢对于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会越来越憧憬 更加深他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学 或是就业的一个原动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少子化冲击有6乘5企业缺财 其中最缺乏机械 电机 商馆等类别人才 而企业对于技职人才具有好感度 一般大学起薪30952元 科技大学30849元 以新鲜人来说起薪差距不大 其实因为在技职生部分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先有做过产学合作 然后也等同于是提早 进入职场 所以他们在整个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还有配合度上 都相对要来得比较高 所以也有很多的企业主 他们会去选择高中的技职学生 也是不无原因的 过去我们知道在科大 还有高中职的薪资方面 可能跟一般的大学 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落差 但是我们发现在疫情的这两年 尤其在今年 因为大缺工的关系 所以整体的薪资幅度 要上升了有5%左右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 这中间的落差值 其实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 落差只剩下大概是100多元 但是如果是以高中职 跟一般的科技大学来说的话 这落差大概是落在1500元 其实这个落差幅度 也比前几年要小了非常多 好那我们知道说 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半导体 相对来说非常的缺工 也一直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招手 所以呢 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这些大厂 都纷纷呢 寄出非常优质的福利 还有薪水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吸引他们 或者是留住这些人才 但是目前呢 虽然已经把这个触角 从一般的大学延伸到科技大学 但似乎这些人才缺口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上 所以目前呢 这些科技大厂 也已经把他们的触手 升上了这个高中职 希望可以提前部署 从高中职的时候 就开始培育他们想要的人才 在2021年跟现在比较之下呢 我们发现说呢 在年增幅度上 高中职的人才 在这个半导体 他们的稀缺度来说 半导体他们想要 这个高中职的人才的职缺 在上升年增幅度 是来到了133% 那这个幅度其实很惊人 尤其整体的职缺 是来到了上万的职缺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我们也发现说 有五成的企业主 是真的有在 跟这些高中职的新鲜人 来做配合的 就我们这边在这两年 如果说平均下来来看的话 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 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 大概会落在2%左右 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 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 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 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要来到5% 调查也发现有六成三的企业 会给予有证兆的人才加紧 另外有四成企业 曾经加入产学合作计划 显示严重缺功下 极占力强也成为新鲜人的一大优势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举办5G行动宽屏基地台电磁波量测 研究说明会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量测 结果最大数值远低于国际参考值 厘清民众对于基地台电磁波安全的疑虑 民众对基地台的电磁波疑虑实有所闻 也发生不少抗争拆台事件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为消除疑虑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选定全台34座基地台测量 结果显示民众的健康受到电磁波的影响 微乎其微 由我们这边团队里面呢 针对全台34座的基地台做量测 那量测结果呢 最高功率值呢 是为国际标准值的0.0388% 换句话说 我们的量测的结果 远低于国际标准的限制值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量测的 整个电磁波的感觉 会比呢 各位家人呢 在我们家里面用的微波炉 或者是其他的家电用品呢 还更为安全 跟手机相比的话呢 手机当然离基地台越远的话 它的发射的功率也就会越大 所以呢 建议我们这边呢 整个基地台的涵盖率要越高越好 那以让民众使用其手机的话呢 更为安全 另外NCC也说明 手机若距离基地台越远 发射的功率越大 对人体的电磁波风险较高 反而建置基地台可以让手机 无需发射大功率 对人体影响较小 同时也提升国内行动宽频广速竞争力 前的五月 那个彰化和美 那个干井离 那曾经发生过有 那个就是一个基地台 那那个屋主 他这个李明跟他抗议说 你的房子上面有一个基地台 要求要撤除 那当时这个一撤除之后 整个李的那个手机就没办法打通 还有没办法上网 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李明大会 然后就通过说 应该要再盖回来 那再盖回来 那原来那个屋主就不愿意盖 那这个时候 我经过我们这个NCC的中区处 这个处长也很积极去促成 那后来跟县政府 在这一个 就取得一块这个土地 那盖了一个单独 三个业者共购的一个基地台 那另外因为 因为这有前瞻计划的补助 我们就把它 再加上这一个 那个发电机 就变成一个防灾型 就是说如果 今天那个万一有停电 或者说我们发生一些 重大事故的时候 它那个发动机会马上开启 那维持这个电 那个手机的畅通 就是等于 它是至少可以在72小时之内 透过这个电池还有发电机 那让这一个手机是畅通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维护了这个 民众一般 就是手机的权益 一方面我们也促进了这个 在当地 就将来万一发生防灾 灾害的时候 可以维持手机通讯上的一个安全 这个其实也是跟当地的一些 可能民意代表 或者说一些民众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有关 大家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里有发生过几个 这个可能有离癌的事件 大家就归因于这个基地台 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一个 量测报告 今天的量测报告 其实是我们NCC 就是成立以来第一次 所做的一个 又透过这个第三方的学术机关 做的一个量测 那这个量测的结果也显示说 其实我们民众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恐慌 因为我们台湾的目前基地台的这个 那个电磁波的量 是远低于国际标准的 未来要让5G通讯普及 NCC也提到 还会增加微型基地台 考虑结合路灯政府公共设施 让基础建设更为完整 这个其实我们两年前 就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法规上 去修订这个 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里头 就其中有一项就是 微型的基地台可以设在路灯杆 或是耗置杆杖 那甚至桥梁 车站 那这个是 因为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主管圈证 所以之前我们也透过地方政府沟通 那等到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整批的去比如说我要建构在哪里 然后去跟地方政府谈说 我助用你的这个耗置杆 助用你的这个路灯杆 那这样要多少钱整批去下谈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乐见 未来各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开放他的这些公共设施 来让我们的基础建设能够更完整 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 等于已经可以让基地台业者来申请这个基地台的一个设置 等于已经取得了法规上的一个合法性了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权者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 他愿不愿意把这一个公共设施设出来 然后让业者来设置微型的基地台 NCC期盼透过量测数据 消弭民众对基地台电磁波疑虑 若住家附近有基地台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电磁波服务专线 有专任到现场量测数据 降低民众恐慌 在时代进步享受网速科技同时 不担心影响健康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用完的也可以学习媒体素养 台师大和中加宽频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再度推出两款新桌游 分别是假新闻茶盒以及媒体禁用权 两款主题也欢迎民众免费下载列印游玩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桌游 台师大与中加宽频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透过桌游工作方的举办 再推出两套媒体素养的主题桌游 假新闻茶和桌游的设计成员指出 玩家可透过卡片上所提供的图文线索 来判读资讯中哪里怪怪的 借以学习如何从细微线索中来辨别真假 标信利益这一款桌游呢 主要就是玩家会扮演记者的角色 然后会透过观察新闻事件的图片 会得到一些线索 然后最后对这个新闻事件下出他的标题 那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是 这些题是有可能是有对有错的 只有像是新闻记者在搜集讯息资料 或是阅听人在观看讯息的时候 都一样是有可能有对有错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大家能够透过自己多方观察 然后搜证资料查证之后 最后才能够得到最精准的事实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家写出来的标题都会很好笑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离奇 但又蛮合理的一些叙述出现 然后可能最后发现答案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可是配上那个新闻事件的图片 就非常非常的合理 这CH03就是公共频道 跟一般频道上 看你想要把你的贴文 发布在公共频道或者是一般频道上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放一般频道 另外一套媒体禁用权主题桌游 玩家则透过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 获取更多的声量 模拟当代新媒体环境 可能遭遇的状况 那我们设计这款游戏的目的呢 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推广公用频道 让大家认识它的存在 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以及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是让玩家们扮演创作者 他们会在这个一般的频道上面 以及公用频道上面 去发布他们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贴文或是内容 会因为一些就是情况的发生 所以它热度会上升或下降 那上升下降 就会影响到他们最后的流量 那最后的这个流量或声量 就会是他们的 或得胜利的就是得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取舍 像是炒作 或者是可能过气的情况等等 那他们就会可以体验到 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作者 所面临的困境 或者是一些取舍 那游玩的过程中 玩家们可能会逐步的发现 就是虽然在一般的盈利频道里面 可以获得很多 或是很快速的 就是红利或是声量 但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平台的政策改变 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影响 可能就会 它的发生的管道 就会被打压或是局限 那如果透过我们的公用频道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是已经可以被看见的 有保障的管道 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创意 去设计出了两款游戏 然后在这两款游戏里面 我觉得必须很自豪的说 他们做的游戏 并不是我们常见 很多人会去做的套版型的桌游 也就是已经拿现有的游戏模板 把想要讲的东西塞进去 然后把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频道 把那个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媒体公司 他们是自己从零开始去做出了 这两款游戏 所以我会期待大家 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 台师大也积极将玩桌游 学媒体素养 推广到校园中 受到师生的喜爱 我原先的时候 炳红老师和惠惠 他们带了一组桌游来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 就等了学习的那一堂课 然后惠惠他们带了六个助理来 然后炳红老师来那边 一来就是一整天 然后不管这个刮风下雨 我记得有几次 季庸真的是下雨 但是我们的学生有没有发现 没人缺席 而且大家玩完完 玩到了以前每次上课 同学们都会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蛮大的 所以男生有时候上课 他们就会觉得 上课他们就要离得走 可是他们玩桌游的时候是 玩到都已经课 下一堂课都开始 他们都没离开 上到中午了他们还在那边玩 然后最后他们还会拍照 然后他们赢了这样子 那后来等到每一次上完这个桌游课之后 我就会跟同学们再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在上一堂桌游玩什么 你要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 对于像这些理工老的人来说 其实那个植入还蛮有效的 媒体素养要深植人心 要进入每一个这个学生的daily life 那我觉得也许用游戏的方式 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台师大表示 也欢迎民众到计划粉砖 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 或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媒体禁用计划 申请下载列印游玩 从游戏中来提升媒体素养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期刊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清晨6点45分通勤尖峰时间 基隆市长谢国良就职上班第一天 特地搭9026的国道客运 小爱爸爸谢国良希望透过走动式的服务 来了解基层通勤族的需求和感受 有一次我看嘉宾排的45分钟 有可能 接着怎么回事 你会带什么 你会带什么 没有时间 对啊对啊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 跟着通勤族一起排队等车聊天 一行五个人 为了不妨碍上班族 他还特别先礼让赶上班的民众先上车 等待下一班车比较有空位 他才上车 9026这个是基隆最重要的通勤路线之一 那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后来我们也透过民众了解到 现在9026开始会从一高下汐止 去停汐止的几个站 然后最后目前是只有到南港展览馆 没有进南港站 那我觉得这个对通勤朋友 他们毕竟还是很关心 他们的通勤权益 受到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交通处的王处长 还有我们重发处的林处长林立场委员 来跟大家一起来搭乘这个路线 然后来了解一下 那非常感谢这个王处长 他第一线就像我们说的 都要跟民众行的问题要站在一起 所以据他了解 现在的9026还是仍然在积极协调中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要大家通力来努力 包括业者交通部 国会办公室还有市政府 那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来协助 那我们后来有透过交通处的王处长 他可以跟大家比较清楚的说明 我们也了解到说 为什么不停这个南港站 是有一些 南港站需要一些费用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了解 现在问题是出在费用的问题 但是费用的问题 不应该影响到民众搭乘的权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来化解这个问题 这样子 我现在也蛮早就起来 会念圣经祷告 所以起的也算比较早 那我们如果一有需要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在外面 但是一有需要 我们就要在外面 跟大家多了解一下 大家每天碰到的情况 我跟王处长 还有林处长 都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只要大家 尤其是在同情方面 只要通情方面有哪些 需要我们关心 我觉得我们就会想要 立即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那9026的问题就是 有问题 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希望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9026的状况 让我们能够尽快解决 当地的英安里里长 几乎每天都要来这边当志工 协助通勤族上车跟过马路 他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大概是7点到7点40 这个时间 就等很久 而且没有车辆来 他从金山那边就开始出来 配名额 这是最后第二站 后面还有一站 大概会留三个位置 现在目前 目前大车族 他最不能理解 就是说明明有位置 然后不给上 司机大哥不给上 基隆大约有10万人 每天都要通勤工作 赚钱养家 花费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回奔波 谢果梁上工第一天的起手势 就是以同理心来体验通勤族生活 希望让他们减少通勤的不便 未来的目标还是要增加在地就业 让通勤族逐渐减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果梁 这次也特别邀请交通处长王俊宏 跟中发处长林立禅 一起来体验9026通勤过程 希望市政府团队能够基于同理心 帮助解决通勤族的问题 今天是小爱爸爸第一天的上班日 那我现在其实在客运上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在一高上面 那我现在就是在9026上面 因为我们9026最近 这个因为有调整的路线 那现在呢 会增停 细止 那边有大概有四个站左右 然后终点站 现在又不进南港车站 直到南港展览馆 那这一点呢 其实有影响蛮多通勤族朋友的权益 所以我特别今天介绍几位 我的优秀的这个 我的伙伴同仁朋友 这是交通处的王俊宏 王处长 他原本是基隆市政府参议 他原本就是十年前就是交通旅游处的处长 另外一位是我以前立法院的好同事 林立产委员 他现在是我重发处的处长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的一日通勤 特别邀请了交通处跟综合发展处 两位新处长同行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实际的走动 用同理心来感受通勤族的喜怒哀乐 希望在政策方面能够更贴近民众的需求 解决通勤族的痛点 跟各位市民好朋友报告 那目前9026的部分已经积极在协调 大概因这个心情应该会有 比较确定的一个方案能公告 所以要再度跟各位市民 报告目前的最新进度 那有关R R字头的R86这三个公车路线的部分 那我们在那个20号的时候 市政府已经启动了所谓的备原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礼拜 我们也会再跟相关的业者 包括游览车业者 以及基隆科运公车处 就明年1月1号 假设基隆科运营运有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会立即再做一个应变 所以基本上相关的应变的方案 我们目前都已在积极的一个所谓的研议中 也在协调中 那大概也跟各位市民报告 这个部分请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中断来行驶 或确保市民好朋友的一个公车通勤的一个权利 其实我们种发出就是整个综合规划 那和各个局处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市民的一些通勤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来了解一下 整个通勤的状况 班次还有各个我们的车辆的这种停靠站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来了解之后我们会整体性的去规划 那希望说可以去解决市民在通勤方面的一个不便 不管是就学就业还是可能到就是到外面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块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透过现场的观察不难发现 谢国良的市政团队希望秉持着接地气的理念 用同理心来规划政策 才能够及时地解决民众的需求 相信这将是市民之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北北基桃首都生活圈只有基隆不是直辖市 为了基隆的发展与各项建设的争取 提升市民的权益 谢国良市长在上任后第一次的事务会议后表示 将由民政处与公务处纳入民意考量 一起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将从合并升格或其他方向来思考推动 基隆要争取成为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想要来跟各位报告 因为长久以来基隆就是因为 在整个北北基甚至北北基桃 一千万的人口里面 唯一三十几万是没有纳入直辖市的 那没有纳入直辖市 他在整个待遇上 他在整个市民的享有的一个权力上面 我觉得有受到了一些损害 所以包括我们也看到林佑昌林前市长 在他的任内也曾经提过北海市相关的规划 所以我认为说在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让他能够有直辖市的一个待遇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第一个市政会议上面 其中过去也在我的竞选的过程中都有提出 基隆市一定要变成直辖市或是直辖市的一部分 对于基隆市的市政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帮助 那我今天在市政会议上 我也请我的民政处张元祥 张处长 来针对于基隆要成为直辖市的议题 相关的一些数据 民众的一些权益 还有未来民意如何在这个意见上面 也能够表达 还有未来假如民众多数是赞成的 那么基隆变成直辖市的几个选项等等 都希望开始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也好 成立一个team也好 开始去准备去规划去研究 然后逐步来推动 那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时间表 但是只要有进度 我们就继续来进行 那另外呢 因为我是特别感谢这个陈耀川陈祖密 在这个侯友宜侯市长的这个同意下 来基隆来帮忙我们市政工作 那除了是公务处长以外 他也是我们正式对于新北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窗口 那大家都知道 假如基隆市要变成直辖市 也一定有可能会跟新北 要谈某种程度的合作 因为基隆其实是被整个新北市所环绕的 所以我未来会请张元祥 张处长负责这个计划 来好好的推动 让基隆能够变成直辖市 让基隆市民能够享有直辖市民 能够享有双北直辖市民的待遇 那另外有关于新北的工作 那我会这个相关的讨论 那我也会请这个我们陈耀川陈处长 来协助这个我们这个团队 来一起来落实更多的规划思考 跟逐步推动 就像我讲的 这个推动是没有时间表 但是我们是绝对是积极在推动 升格成直辖市有几种方式 一就是单独升格 单独升格过去的案例有这个新北市 就是过去的台北县 它是独立升格 过去也有这个合并升格 那像台南市跟台南县 应该就是合并升格成新的台南市 那也应该有所谓的并入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我会从 因为独立升格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明显不足 所以我会从合并升格跟其他的选项当中 去思考基隆市未来的方向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我做基隆市长的任内 我一定要推动让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城市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所有经费的问题 所有捷运的问题 所有交通建设的问题 甚至所有月票补贴的问题 全部都是碍于我们本身是一个县市 而不是一个直辖市 很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 所以比起我们足足在过去第二任的最后面谈合并 我个人认为我在我的第一任的第一周 我就希望来好好谈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做一点时间准备 成功的机会成功的效率也更大一些 总之我们一定要往这个目标来迈进 这不只是我的政见也是我的心愿 我很想让基隆市变成直辖市的一部分 谢果良强调为了帮市民谋福利与基隆的未来 他上任第一周就希望积极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避免基隆被边缘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协助更多要找工作的民众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在安乐区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附幼福利服务中心 也就是附幼馆 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前进社区真才活动 社会处更希望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 每何找工作赚钱 执行更多脱贫计划 帮助这些孩子们顺利就学 翻转未来的人生 求职找工作的民众逐一进入面试 对于能够就近在附幼馆这里找工作 民众觉得很方便 就算不是在这里举办 只要有就业媒合找工作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感恩了 我闲不住 在家里做也很辛苦 没有工作时间很难过 就这样子就出来找找看 搞不好运气好有碰到有适合的工作 来这边因为你自己是本身就住安乐区 所以来这边算方便是吧 是方便啊 如果把我调到那个人爱区啊别的区也没关系 只要有工作就好 不影响这是什么坐车的时间啊什么没有 我可以提早出门啊 对啊 那有工作最重要 对有工作最重要 为了协助更多要找工作的民众 基隆就业中心 特地进入社区 在安乐区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附幼福利服务中心也就是附幼馆 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前进社区 真彩活动 明年四月左右将举办一场更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五家不错的厂商前来 那现场大概提供了157个职缺 那大约有作业员啊 工程师 还有这个保全人员 储备干部 还有这个仓储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校园的清洁人员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两到三次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也会跟社会处这边合作 然后一起办理 那帮助这个民众 我们明年度 会在基隆市 举办一个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 我们会邀请北区 很多家大约60家 约60家的这个优质厂商 然后提供大概将近2000个职缺 那希望这个有医院的民众朋友 千万不要放过这次的机会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和基隆就业中心合作 也希望能够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个案 媒合找工作赚钱 执行更多脱贫计划 帮助这些中低收入户的孩子们 能够顺利就学翻转未来的人生 服务的部分常服务到一些弱势 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这些家庭我们就会 除了就是第一点 我们可能会引荐他们过来 这边做一些就业媒合的服务以外 那第二点同事也是希望他们找到工作以后 那可以将一部分的薪水 那提拨到我们的儿少犯人账户 那给我们经济弱势的这些低收 还有中低收的孩子 那提拨着帮他们存一部分的钱 那同时我们政府也会提拨一部分的存款 到这个庄户中 那作为他们以后就业或是就学的基金 因此社会处妇幼及救助科人员也积极协助就业中心 控出包括妇幼馆的亲子图书室 以及妇女上课教室和咨询室等等 营造企业主和应征就业民众舒适的现场面试地点 希望求职民众都能够顺利找到好工作 企业主也能够找到好人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